一花以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有人不喜欢你,你会怎么做 可能有些人会耿耿于怀 一直想着,对方为什么不喜欢自己 自己到底有哪里做错了,以及如何去讨人喜欢 也可能有些人根本不在意 挥挥手就让这件事过去 他们认为,自己活着不是为了讨任何人的喜欢 就已经是死生最好的光景 两种看法折射出两种不同的人生 前者更倾向于套傲性人格 他们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一旦觉察到别人对自己的不喜欢 就会心虚不宁,正日,不得安生 而后者则各倾向于自我 他们始终把自己当作生活的中心 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中心的位置 别人是否喜欢自己不重要 重要的是被自己喜欢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是第二种 虽然从第一种迈向第二种 需要历经漫长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会吃很多亏,受很多的伤害 但只要这些积累的足够多了 我们才会想着蜕变,变得无间不摧起来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著有一本名叫《被讨厌的勇气》的书》 他在书里谈到过自己的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很喜欢写小说 但因为害怕别人的否定 而只是不敢动手 每次别人问他为什么还不开始的时候 他总会找很多的借口 要么说最近很忙,一直没时间 要么说被别的事给耽搁了 总之,他总有借口 可实际上,他并非真的没有时间 他只是没有勇气 他害怕自己的小说写出来 不被大家喜欢 这样的结果对于他来说 打击是巨大的 他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 以至于还没开始就想着最坏的结果 一般情况下 这种人骨子里是自卑的 越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 越是活得淡情结虑,战战兢兢 因为他将自己的人生完全寄托在了别人身上 以至于失去了主导权 活得处处被动 阿德勒在书中写道 追求别人的认同,这是本能 人群从这种本能,所以无法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所以真正的自由是有被讨厌的勇气 诚然,我们无法脱离于社会这个集体而独立存在 既然注定要被卷入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这张大王中 我们都会本能地渴望他人的认同 这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 也是很多人信心的来源 但是,如果太过在于别人的认同 而让自己进入一个极端 那么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久而久之 你会连自我都失去 整个人生都在围着他人转 完全不再为自己而活 一,渴望被人喜欢是本能 你必须承认 当别人认为你很好的时候 你的自我感觉就会很好 也许是被一个陌生人称赞 说衣服很漂亮 也许是所做的某件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你都会瞬间提高对自己的感觉 甚至在一整天都很开心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被人喜欢 不管是陌生人还是所爱的人 因为他会让你感到被重视 甚至会让你上瘾 但当高潮退学 你不再被别人认可是一个善良可爱的人士 你可能就会感到缺乏安全感 虽然希望别人喜欢自己本身 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当你觉得自己总是需要被别人喜欢的时候 这就像得了一种疾病一样 被喜欢的渴望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 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而去约别人 会让你精疲力尽 因为你永远无法满足别人的期望 甚至会因为别人的否定而伤心 会因为别人的不喜欢而自我否定 但仔细想想 你人生的价值到底是谁决定的 如果你将他人的认同当作人生的重心 那么你跟依据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终其一生 不过是为了成为自己 如果总按照别人的标准去生活 也就失去了自我 这样被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渴望别人喜欢是一种本能 不屈服于这种本能 则是一种真正的强大 只有发自内心地认可自己 肯定自己 才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 而让自己活得宁白 二 如果有人不喜欢你 那就果断放手吧 我见过很多人 因为别人的不喜欢而耿耿于怀 他们活得没有自我 而且极其不自信 似乎活着只是为了取悦 或者讨好一个人 但当你被伤害了 被辜负了 也才会彻底地明白 没有人值得我们如此 作践自己 也不应该为了不值得的人 何事而伤心 这不是深情 而是愚蠢 有人喜欢你 就会有人不喜欢你 这实在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人跟人之间毕竟是不同的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喜好和标准 我们越是银河 越是让自己变得廉价 从而更加被看清 如果有人不喜欢你 那就果断放手吧 潇洒地跟他说一声 我活着 也不是为了逃你喜欢 你是不是喜欢我 那是你的事 我如何做我自己 那是我的事 三 做好自己便是人生最好的光景 在一篇名叫生命里 总会有一朵祥云 为你缭绕的散文地 莫言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这个世界最貌傻气的事 就是跑到不喜欢的人那里 去问为什么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 没有为什么 就像一阵风刮过 你要做的是拍拍身上的灰尘 一转身沉静走开 然后把这个不喜欢自己的人 既然忘掉 是啊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可以没有理由的 我们不必追根究底 非得找一个理由 就算理由找到了 你去改正了 那又怎么样呢 对方不会因此而高看你一眼 反而会因为你太过卑微 就更加看不起你 把别人的认可当成燃料 把自己当成汽车 当燃料耗尽时 你就不能工作了 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 事实上 我们是人 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燃料 你可以根据自己 多喜欢自己而感觉良好 当你做一些 让自己更喜欢自己的事情时 你会发现你的观点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 如果别人的赞美 让你感觉良好 让你被接受 那么照照镜子赞美自己 你希望别人怎么说你 你就怎么说 内部认可 需要时间 但是值得付出努力 你必须重新训练自己的思维 想想口 当铃声响起时 他知道有失误 这种反应是与生举来的 我们也需要自己的诱因 来强化内在珍痛的习惯 不要等着别人来为你做这件事 注意 当你开始关注自己 以及如何让自己快乐时 别人可能会批评你 因为你不再试图取悦他人 来满足他们的期望 他们可能会根据你的所措所为 来评判你 对他们对你的评价 持批评态度 他们并不总是对的 但你也是 每个人都有盲点 放下偏见和主观的评论 许心接受有益的建议 这会让你进步 记住 每一天你都是值得的 听着依赖 别人会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 这需要时间 但你越早开始尝试 你就会越快乐 越健康 好的关系一定是彼此平等的 有情也好 爱情也罢 都是一样的道理 但凡需要你牺牲自我 去费心维系的 都是失衡的 甚至是畸形的 只有及时跟这些 不健康的关系告别 才能够还自己亲近 过得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从容 别人都有人做了 我们只需要做自己即可 不要害怕不被人喜欢 我们活着的本身 就不是为了讨任何人的喜欢 就算有 也只能是自己 要我们都有被讨厌的勇气 愿我们都能够在余生的时光里 自信 优雅 从容地做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